因為我們常常會用到時間跟日期 尤其是時間 所以如果您要有一個計時器 需要有一個取得現在日期時間 那它是在我們這個類別裡面 在進階裡面有一個叫偵測 在偵測這邊的 您可以從這邊取得現在的日期時間 包括我剛剛我們那個 音樂的那個鍵盤有沒有 電腦鍵盤取得 也是透過這邊所謂的偵測 還有什麼輸入文字 通通都在這一塊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它可以取得現在的日期時間 也可以單獨取得現在的秒數 分跟時 或年月日都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做一個判斷 那我先執行一下 這個 這個範例給大家看一下 在簡報的59月這裡 簡報的59月 好把它放大一點 OK 好 其實呢你可以發現 我們沒有開發板的時候可不可以用 可以啊 也就是說 其實 Blocker也好 會不會丟到這些積木 它沒有 直接放開發板 假設你沒有用到開發板的那些功能 你的其他積木可以向上就直接丟出來用 反正程式上都會寫出來 它沒有說我一定要先有一個 有一個開發板我才可以用這些 除非你要用到它裡面的比如說 RD點矩陣的 好我的風靈器我的按鈕 那當然就需要透過它 那如果你沒有用到它其實就OK啦 我們直行看看喔 你看 好 這裡 綠色的 有沒有取得 綠色的 這裡沒有出來 現在日期時間 這裡 這裡沒有跑出來 然後呢 紅色的 現在日期 這裡有沒有10分秒 都有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 我們這裡的話呢 因為 如果你的訊息出來了 我一秒鐘之後秒數是會變 一秒鐘之後下面這個秒數是會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要把這個訊息清掉 所以這裡的使用方式離開一下 是不是有邏輯判斷 這個沒有 等一下 這裡沒有 先不看這裡 有一個重複 所以它會 一秒鐘之後是不是要重複讀取一次 所以它的秒數會更新 對不對 那如果呢 當它的這個 這個秒數等於0的時候 也就是 它已經10秒了 已經10秒了 我就這裡 就一個整分 有沒有 整分報數 我就會顯示 那如果不是整 整數的時候 它這邊不說話 就會把這個訊息清掉 這樣子 也是加上這樣的動作 順便加上一個聲音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過有一個聲音的嗎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組合很多 不同的範例進來 不見得說 就是 就只能取得現在 不取10分秒 您可以像這樣 你看我們剛剛在這裡 這個 你可以全部取得 也可以取得單獨的一個 其實以前的話 我們要 真正寫成字 你這些語法就是要稍微記一下 就有點麻煩 你等一下 常用是沒問題啦 但是不常用的時候 那些語法 就好像我們那個文法一樣嘛 你可能不常用了就會忘記 就好來再去查一下 但是這邊呢 都把它變成積木的方式 所以你相對 會比較簡單 相對比較簡單 那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會出現我們剛剛那種問題 剛剛這個字是不是要跑出來 剛我在執行的時候 老師這個我們注意到這裡 沒有跑出來對不對 有些時候會這樣 就是它好像有些型品類 你可以兩個方式 一個就少等一下 第二個就是你把 假設你是網頁盤 你就把畫面重新整理 再仔細一次 再仔細一次 這樣就會OK 所以這樣老師 取得 那個 年月日跟10分秒的部分 就沒問題了 您記得就是在這個地方 它是放在偵測裡面 偵測這一塊 因為比如說 我要 因為我們下午 會做環控 環控是不是有很多 你一定要跟時間有關係的 那你一定要知道這個要從哪裏取得 這個資訊要怎麼樣得到 來 其實不必行的 存在 我兒子 並且 不정을 算